我这两天跟外国朋友 每次说外国人都会说一句话 为什么十四亿中国人 就没有几个像爆料革命 像你郭文贵和战友们站出来 为什么 我无言以对呀 说就是共产党洗脑操作了 那为什么都是傻子 说这样的族群和人类 他是可以出大问题的 他被操作的时候他可能是去战争 他被操作的时候他可能去杀人 我说是啊 我也真是我知道啊 昨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开会的人说 共产党的蓝金黄太厉害了 他们说我郭文贵我终于明白你说了 为什么共产党在海外搞N级 前线的那些一生 那些破烂的设备 没有防护的那个医护装束 他说我真担心哪 所以说他根本不睡觉 呼吁所有人给中国护士医生 捐献大量的防护设施和医药 竟然被共产党拒绝了 他快疯了 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 可能无法想象的灾难 但是我相信这次是我们中华民族 被唤醒上天唤醒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他告诉我说 告诉你文贵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这场疫情会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都不这么高 就像 хозя赌 这场疫情会远远远远远val 因为这场疫情会远远超出还 也不是说 是某人的 才是